假期本土疫情回生 指揮中心宣布 国内二十八号新增 两万六千四百五十例本土个案 以及三百一十五例境外移入 另外在天三十一例死亡 其中确诊个案中 包含一例Miss C个案 救援中心表示 今天确诊数比昨天增加大概八百多例 那跟上周日同一时间比较 也增加了四千多例 另外开学就要到了 医师跟指挥官更呼吁 幼儿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希望家长尽速带小孩打疫苗 提升幼童保护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